開箱 開箱 這是第 你有沒有開箱 1 因為我剛剛下雨所以外套10的 2 3 4 5 因為從台灣運過來其實運費 當然你不便宜啦 但是跟你從自己在這邊買東西來講 其實我覺得運費算很便宜 所以有很多原本有的東西 我都叫爸爸幫我寄過來 要感謝媽媽 然後我很期待因為 有我的靴子 靴子已經毀了 因為這文具很貴 所以我叫媽媽寄了 文具 真的有 早安夾 然後杏子 裡面有機信封嗎 這個信封 沒關係 還有手套 這是為了去瑞士的時候要用的 怎麼還有茶 然後 放在上面 抹妝棉 然後 我的無線耳機 好信封在這邊 這個在這邊買 其實這一個信封在這邊買就要120塊 這才12塊 差10倍的價錢 然後還有一些記事本 這好Q喔 天啊 我媽記得這麼Q的 鮪魚罐頭 鹽 然後再加這個番茄 筆心 這個也是一定要的 再來就是我去環球影城買的馬克杯 因為這馬克杯材質很差 然後喝飲料都會留在那個裡面 看來就很不舒服 所以這樣蠻氣的還 然後我的 我的黃靴 這個 我聽過了一些黃靴 來 往 再來再來 重頭戲 MK的錢包 這是 我們家可愛的自尼 幫我帶走的 很棒 很喜歡 那就是今天的開箱啦 就是不要小看這些 那些日常生活的東西 其實在英國都非常的貴 你覺得越容易買到的 越便宜的 其實都很貴 所以我覺得寄過來剛剛好 那為什麼會寄靴子 是因為去瑞士也需要穿到 那我覺得既然我有的話 我就沒有必要在這邊買霜 所以我就沒有買 我就叫我蠻用寄的 這樣子 然後罐頭 你會覺得 英國鮪魚罐頭啊 也有 可是味道很奇怪 那我還是比較喜歡吃這個 反正都要寄了 就剛好就寄吧 今天的開箱都在這邊結束啦 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